避震的处理 在这种比较大的勾坎处理是很干净的 hello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标车 我是薛俊峰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真话的大名话 今天就到了这台ID3的试驾环机了 首先还是老规矩 先跟小伙伴去分享一下原地利矩 它是有多种的驾驶模式 对方向盘这块还是有单独的控制的 分别有舒适和运动两种 我们现在把它调到舒适模式 我们一气清零轻轻的勾注原地90度 好1.609公斤 就是它舒适模式下的一个原地利矩 好那么紧接着它切到运动模式 再来看一下 清零轻轻的勾注原地90度 好1.634公斤 就是它的运动模式下面的一个原地利矩 行就是原地利矩的事 那么现在就把这台车开起来 看看这台ID3在城市道路驾驶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而更重要的是耗电 就是说它的续航这块 到底是如何的 我们去看一看 好那么现在就把这台大众的ID3开起来 跟小伙伴唠叨一下 对于ID3而言 国内的话只有一个动力配置 最大功率是125千瓦 最大扭矩是310牛米的永磁同步电机 电池是57.3千瓦时 官方给出的续航里程是430公里 并且百公里耗电是13.9千瓦 10每百公里 大众该怎么说怎么说 这种一线的品牌对电机的控制能力 还是会有一些的 再去抬刹车的时候 不会有那种电机在里面 往前动一下的那种感觉 因为现在很多的自主品牌 当你抬刹车的时候 会有一个电机突然间给你一个劲的感觉 但是这台车非常非常像普通AT变速箱给出来的一种反应 不会感觉到电机在里面蠕动的那一个冲创感 没有那么的猛 就不像说是特斯拉一样 一踩电门 咚了一下 就这种撞响感 这个车是不会有的 之前能跟小伙去分享ID4的时候 它的底盘我并不满意 感觉会很烦 但是这台ID3明显感觉到底盘是不一样的 不是一个很安静的底盘 它的确不会说觉得差稍微的偏柔和一点 我会认为是要比ID4或者汽油版的大众的底盘的 这块高级感调的是要好一些的 避震的处理在这种比较大的勾坎处理的是很干净的 没有拖进带水 避震桶的形成阻尼的力量 跟这台车的重量匹配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它的这种整体感特别的好做的 过点什么小的减速带路面有点那些坑什么的 就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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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连续的跳动感觉 ID3跟ID4在底盘这块完全不一样 但是转向这块来说呢 那种灵动感就没有了 不会说是像高尔夫这种级别的车 因为高尔夫其实还是很零的一台车 但这台车的转向这块呢 并不是很零 而且左右的轻角是比较大的 转向的时候吧 我会感觉前面会慢一拍 但是呢不是说是拖踏 这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说对于这种代步车而言 相对日系车偏准一些的转向的感觉 整体调的真的挺好的 毕竟说之前开了ID4嘛 因为我觉得ID4比我想象中是要差的 那ID3反而让我重新拿到了ID的这种感觉 那现在呢依然还是一个畅通的路段啊 依然还是试试半途加速 现在呢速度依然是控制在60公里左右吧 一二三踩 这一种加速感呢是那种流畅度的加速感 就算我电门到底的时候呢 它没有像特斯拉那种就是 这种车的感觉就特别像一个自吸发动机 这种连贯性还是可以的 直到加速到这条公路的一个限速啊 还是能够比较好的保持没有太大衰退的一个加速力 所以说这台车呢至少说从0到120公里这个区间呢 都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加速力 我认为真的就够了 因为毕竟说很多的自主品牌0到80特别好 只要80再往后就完蛋了 它这台车表现的还是比较均衡嘛 然后它的动力包括说车身的姿态 我会认为是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现在呢我们会看到屏幕上面呢会有很多的数据 比如说这一块啊其实就跟油耗是差不太多的 就像顺势油耗 你看我现在台每百公里99啊都爆表了 但是呢我一收的话呢 负3.2的表现 其实它就是一个在充电的表现 因为这台车呢是有D挡跟B挡 B挡几乎是一个滑行的状态 没有特别大的减速感 直到我去到B挡的时候 你减速感就很强了啊 这一种逻辑到底为了什么 滑行是这样的 就是它的电动机充电只有2点几千马时 这个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所以说滑行的距离是要比一般的电车滑行距离要强 它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啊 我相信啊工程师一定会认为 滑行出来的距离如果转换成电能的话 这个比例是不合算的 再去转换的时候 你要通过很多的步骤 最后存出的电是没有那么多的 如果把这一个惯性让这辆车能够走得更远 相对而言是一个省电的表现 这个逻辑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电这一块吧 先以我最后一次充电的数据为例 充到了93%的电表显续航是230公里 冬天嘛就是这样光芒标称430公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 这种续航跟之前的耗电量是有一定关系的 比如说你之前开的特别耗电标志的续航它就会低一些 这个逻辑跟我们在开油车的时候的平均油耗 包括续航里程是差不太多的 上次充电到现在为止开了101公里 可续航里程实际才是110公里 充了93%的电的时候呢它是230公里 也就是说它用了120公里的电跑了101公里 我觉得这个数据是OK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累计的一个所谓叫平静电 是22.8千瓦时每百公里 官方给出的数据是13.9千瓦时每百公里 官方这个数据呢我不能说不准 但是我这个会更贴近生活一些 现在你看白天已经能够达到8度 但是晚上依然还是挺冷的 是零下 我也是不停的去测试了这个台车 关于给电池加热的这个过程 它是非常耗电的 也是在原地情况下 这个数据啊可以做到10千瓦时每百公里 就是原地情况下 官方给出的13.9 它一定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环境下面去测出来的 所以说呢这台车呢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我要跑10公里的路程 给电池的预热才能够完全关闭 所以说短途旅程对于它的耗电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当你的车完全热积之后耗电是非常准的 基本可以达到14 15左右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天冷一旦有热车的这种状态 所有的电车都会有同样的 结果就是飞电 电车而言测电的阻迹和油车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现在测电车的续航里程依然还是拿着油车的那一套标准去测的 所以说是错误的 现在我们看到官方给出那些数据 大家真的就呵呵呵就好了 真的没有必要太认真 它和开的路程的长短和你天气的音速太大太大了 但是汽油车对于冬天还有夏天好 它的油耗差距没有那么大 然后再说一下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东西吧 AR的HUD的显示 如果你用本机的导航的时候 比如说前面的路口向左转 左转的标识真的是会在眼睛前面 从一个小点变得越来越大 就像是一个广告牌一样 随着你的速度前进 然后越来越近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体验 例如说你在用半自动驾驶 所谓的就像领航功能一样 对于前面的车还会有相应的标识 还挺有意思的 实用性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说真的这台爱丽三总的来说 比那台爱丽四我会更喜欢一些驾驶 包括说整体的这些耗电 我会认为这要比爱丽四会有一些优秀的 如果你充电比较方便的话 这台车还是比较适合的 行吧 这台车就跟小伙伴就聊到这吧 接着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测试 我们测试再见 好 接下来我们是一些常规的测试 当然这台爱丽三是电车 所以就没有那些发动机的测试项目 所以我们直接就来看一下漆面的色差 我们还是以白色为基准 是因为它的车身的颜色 大部分都是白色的 所以我们以这个位置作为一个基准点 取完色值以后 再绕车一周跟小伙伴分享一下 色差到底是收大 好 我们还是老规矩 先取基准点 最后我们得到的最大的色差值 仅仅是0.42 这个数值是比较低的 当然还是在前面杠皮的部分测得的 但是我们测得了其他的位置的色差 相同的金属材质 无论是门也好 还是易子板也好 控制的都是非常精准的 在门上面的话基本上是0.16到0.2之间 易子板的位置 我们测得的最大色差值 大概在0.3左右 整体控制的还是相当出色的 好 这就是它最大的色差值 现在我们去下一个测试看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灯的通光量 当然这台车全系都是LED的形式 无论是远光还是近光 所以说我们看到灯光是比较白的 也是它的色温相对于是比较高的 我们还是用我手上仪器来看一下 最大的通光量到底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最大的通光量呢 在我们机器上面显示的数据呢 是4870多克斯 行 这个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环节里面呢 最后一项测试了 那么从明天开始呢 就会看看这台ID3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今天呢 达标车就跟大家聊到这 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自己做出大名块 但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的大名块 那我们这台车的拆车 我们再见 拜拜